本期视频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 新增超900 福特将宣布多伦多重回第二阶段 安省地产协会要求停止开访屋 根据CBC报道 10月9日 安省公共卫生局报告了939例新增病例 这是有史以来最高的单日新增数量 超过了前一天797例的记录 CBC在报道中写道 由于加拿大流行病学专家 在上个月就曾经预测 到10月中旬 安省单日新增病例将超过1000例 所以目前超过900的新增病例数量 并不令人惊讶 由于安省近期病例激增 安省省长福特将于10月9日上午 举行紧急会议 将会考虑采取更严格的措施 来遏制疫情传播 CBC报道称 有消息人士透露 在此次省府的紧急会议中 政府可能会采取公共卫生官员 及流行病学专家的建议 将安省疫情的热点区域 重新打回到第二阶段 并实施更为严格的公共卫生措施 卫生官员给安省政府的建议包括 关闭餐馆 酒吧等场所的室内餐饮服务 关闭电影院 赌场及会议场所 以及关闭健身房 但建议关闭的场所不包括学校 托儿中心 大学以及法庭 消息人士称 这项建议主要是针对安省病例最集中的三个地区 多伦多 皮尔区和沃泰华 此外 10月9日 安省地产协会发布指令 敦促安省的房地产经纪人停止进行开放屋活动 安省地产协会总裁莫里森在声明中写道 在今年4月份 安省地产协会就曾经呼吁停止开放屋活动 现在我们进入了第二波疫情 我们再次要求政府在全省范围内 禁止进行开放屋活动 直到疫情好转 安省地产协会称 随着病例数量的增加 目前必须尽可能地限制面对面的互动 并建议经纪使用虚拟参观工具来替代实地看房 加洋行行长表示 不排除复利率 房价高涨也不会改变央行方向 本周四 加拿大央行总裁麦克勒姆表示 虽然央行并没有积极地讨论复利率 但在央行需要采取更多措施 以应对新冠疫情给经济带来的挑战时 负利率是央行可以采用的一种工具 加拿大央行在3月降息至记录低位0.25% 并明确表示利率将维持低位至少两年 麦克勒姆在对金融风险管理机构的讲话中表示 目前我们没有积极讨论负利率政策 但它仍在我们的备选工具中 不能说我们永远都不会使用 同时在这次讲话中 麦克勒姆表示加拿大央行已经意识到 它在疫情期间的一些政策刺激了房价的上涨 也注意到了加拿大沉重的家庭债务负担 但是加拿大央行并不计划去采取措施来抑制房价上涨 麦克勒姆称抑制房价上涨是联邦政府的工作 而不是央行的工作 在讲话中麦克勒姆还表示 他打算把一些紧急措施长期执行下去 比如说维持超低利率 购买加拿大人的房贷和政府负债 并明确表示高涨的房价不会改变央行的方向 因为如果不采取此类的财政和货币措施 加拿大经济受到疫情的摧毁将更为严重 麦克勒姆同时也表示 如果加拿大家庭出现了过度借贷的现象 政府应该使用一些宏观审慎工具 宏观审慎工具通常指政府出台的一些法规 比如说贷款保险 海外买家税 空置税 以及麦克勒姆在讲话中提到的贷款压力测试 8月份加拿大房屋的平均价格上涨了18% 不少经济学家认为 主要原因就是当前超低的利率 一些经济学家分析 近期贷款利率的降低 让加拿大买房者的购买力上升了24% 加拿大公寓康豆费或因此大涨 投资者紧张 据加媒报道 目前加拿大公寓投资者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风险 保险费大幅增长 这里的保险费不是指房主或者房客保险 而是整个公寓大楼需要去购买的公寓保险 保险主要覆盖的范围 比如说公寓整楼的结构和公共区域等 可这种保险费的增长 最终还是会变成每一个公寓单元的管理费的增长 让每一个公寓单元的所有人去承担这些开支 而这就会让更多的投资者对加拿大公寓望而却步 根据文章分析 导致公寓保费上涨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供需关系 近年加拿大的建筑热潮 使公寓的数量迅速增加 这导致对保险的需求严重增加 预计完工量也将接近创纪录的水平 从而进一步的推动需求 预计需求的激增将对现有市场造成压力 但是另一方面许多保险公司已经决定退出这个保险业务 那么在需求激增的时期 供给还在减少 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谈到了另一个原因 就是保险公司承担此类保险的成本太高 通常对产品的需求上升 会吸引更多的玩家参与游戏 但是由于重置价值的上升和索赔的增加 现在公寓保险市场吸引力减弱 保险公司认为 目前的公寓保费几乎是无力可图 所以很多保险公司退出了公寓保险市场 留下来的当然要涨价 否则随着理赔率的提高和理赔金额的上涨 保险公司总不能一直做慈善 而保费的增长对业主和租客来说都是一场灾难 双方不得不分摊这个成本 而实际居住体验和财务回报并没有产生任何的变化 回到具体案例来看 2020年以来 BC省已经出现了公寓续保保费增加790%的极端案例 案例中2019年的保费是6.6万加元 到2020年续保的时候 却被调高到了58.8万加元 分摊到公寓屋主头上 就变成了每户一次性3000加元的费用 再加上每个月额外600的花费 即使不考虑这个极端的案例 在过去的一年中 BC省须约保险的公寓保费平均增长40% 远远超过了同期的GDP增幅和通货膨胀指数 不要以为只有BC省有保险危机 这股危机有可能会变成全国性的问题 而且可能就发生在不远的将来 当保费上涨 带动着管理费上涨 从而减少了投资者的利润空间 这将使得公寓在市场上的吸引力降低 这也会给像多伦多这样的城市带来很大的问题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关注加拿大华人聚焦 每天了解加拿大多一点 我们下期再见 电路面 开玩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